香蕉現在真的好便宜 零售市場一條香蕉 兩塊錢就買到了 那麼更不用說產地 一公斤根本不到三塊或四塊 那麼香蕉的成本 大概要七塊錢 根本是不夠 讓很多種香蕉的嬌農 破口大罵 成堆的香蕉 大家買得好開心 有人一買就是一大串 因為一條只要兩塊錢 真的好便宜 那一塊要這麼多 好吃啊 好吃啊 又便宜啦 好 太便宜啦 太便宜了 你看到這塊錢就四塊錢 那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只要八條 十六塊而已 零售市場就這麼便宜 換到產地那還得了 果不其然 屏東產地價格一公斤不到三四塊 交農氣到破口大罵 這一斤四塊 一公斤四塊 差不多七塊才好 差不多七塊再本錢 南北產地沒調好 導致全台香蕉 在同一時間上市 殘地價格狂跌到 只剩下成本的一半 甚至還有七成的香蕉 被盤商打為刺激品 往往一車的香蕉 賣不到一千塊 膠農真的是欲哭無類 這家賣不到千幾塊 對 還要請人不夠 要六百塊 六百塊 對 就是這樣 儘管香蕉便宜成這個樣子 果汁店裡的香蕉牛奶 卻完全沒有降價的跡象 受了膠農卻肥了誰 政府部門應該要好好調查一下 民視新聞侯明生 屏東報導 分別是從事實際上 看著到 直接把手錶看掉